請把我的先生放出來 請還給我的老公 請還給台灣社會 在醫院裡面救人無數的科醫師 柯文哲太太陳佩琪 現身民眾黨集結活動 柯文哲捲入金華城等相關弊案 持續激壓中 民眾黨高喊司法不公 今天是我們國家的生日 那總統文告裡面 少了一項司法的公平正義性 到底是在哪裡 起訴就公開 所有的證據坦坦來看 在台北市 我們經歷了八年的執政 如果有問題 不會只有這一件 虛打瘟琴牌 凝聚鐵桿小草 原本一場反費死活動 遭到質疑 又改成司法正義 儘管柯文哲精華城案 相關當事人坦承行賄柯文哲 白衣人士持續替柯文哲喊冤 我們大家一定會堅持下去 我們要一起實現 跟台灣人民承諾的 把國家還給你 白衣藥角集中在北部聲援 而蔡碧如則現身在雲林的 國慶採接活動 不過周刊揭露 柯文哲貼身帳房橘子 許子瑜在搜索前 就出境前往日本 至今未回國 蔡碧如也透露她對橘子印象 他就是一個市長身邊 一個很貼身的秘書 那就是處理市長的一些大小事情 昨天晚上在清門 所以早上回來台中的時候 你想應該是來不及去台北的 精華城案持續延燒 民眾黨高喊司法迫害 檢方到底掌握多少關鍵證據 柯文哲將在11月5號 羈押期滿前 恐怕就會揭曉 三立學員廖宜德 周圍芝馬 月光安泰報道